《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6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695期 我今天的节目呢 主要是跟大家谈一下什么 谈一下习近平有三次 有三种机会可以建功立业 民垂青史的 那么习近平他选择的是哪三种呢? 在习近平认为他要选择哪一种 能够成为自己叫千古一帝 因为他一心一讲 比接毛泽东、邓小平甚至要超过他们嘛 那么很多人都认为我评价习近平很极端 那么今天呢 我觉得呢 客观一点来评价习近平 这是我今天呢 主要来谈习近平他个人 他自己的志向 我给他的定义叫做胸无点摸 但是呢 有大志 那么为什么这样去说呢?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 那么在讲今天话题之前呢 首先要做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呢 就是呢 我有很多书发出去以后啊 现在呢 陆陆续续有一些朋友呢 都来跟我说他收到 但是呢 总有一些朋友呢 说他还没收到 那么这些没收到的朋友 是不是属于正常转运范围内的呢? 那么今天呢 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凡是这个书里面 就是我在这个书的签名页啊 在这个书的这个签名页里面 凡是签名页里面 是写的是5月15号 16号 17号 大致这几天发出去的书 谁还没有收到的? 也就是你这个书 我发出去以后 我是给你一个tracking number的 也就是你有了转运号码以后 在转运号码发出之后 到现在如果过了30天 你还没有拿到书的人 你一定要跟我联系了 也就是呢 转运号码在30天之内呢 那么邮政系统呢 它是不帮你去查阅那么多的 它只是给你个号码你自己去看 问题是这些号码到了海外以后 到了其他国家以后就会变换了 因此很多人查来查去都觉得这个号码始终停留在美国 或者是呢 到达某一个国家以后就消失了 再也查不到了 这邮政局呢 它就是不跟我去做这样去解释 它就告诉我 你只有在转运号码30天以上的 它可以帮助你做一个查询 因此来讲 就是凡是你收到tracking number已经超过30天 你仍然没有拿到书的朋友呢 你呢 要回复我的邮件 这样的话呢 我就知道你呢 还没有拿到 我就能帮助你查询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其他的这个有一些已经来询问的朋友呢 我已经确认了 该补发的 我已经补发了 有一个日本大阪的姓崔的朋友 他是5月17号那批发出的 一直没有收到 那么呢 他跟我联系以后 我已经是明确这本书呢 他肯定没有收到 因此呢 我给他补发 只不过呢 这位朋友呢 你要迅速回复我的邮件 我要再次跟你核对地址以后呢 我马上就给你发出来 那么其他朋友呢 曾经也跟我谈到过他的书呢 没有拿到 但是呢 后来呢 就一直没有再给我回应了 我不知道你们呢 后来是否收到 包括那个波格大的 包括阿根廷的 柬埔寨的 威尼斯的朱先生 也就是你们这些呢 拿到书以后呢 你们能够给我回复邮件 就告诉我 你们的书拿到了 如果还没有拿到 那么呢 我会帮助你查询 就是尽量的让大家能够呢 把书呢 全部拿到手 没有拿到手的朋友 我们在查询以后 确认这本书你肯定没有收到 邮局的这个责任 他始终没有给你送答的话 我会给你再次补发 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付了钱的朋友 你拿不到书 这是呢 这个关于书的问题 我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其次呢 就是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呢 上一次被油管呢 禁播了我的节目 禁播一个礼拜 理由呢 就是查处我四年前 2018年 我评价刘强东那期节目 以那个节目里面呢 说我呢 网络霸凌 以那个为理由 对我呢 进行了 就是停播下架一个礼拜的处理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他们可不可能还会有其他处理呢 我有点担忧 因此呢 我就跟朋友们说出呢 就是我想把我前面 就是在两年以前的节目全部下架 只保留最近这一两年的 那么主要是防范 就是油管对我再次鸡蛋里面挑骨头来处罚了 但是我这个通知发出去以后呢 很多网友都跟我提出了建议 觉得建民你这样下架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什么 油管要打击你 你哪怕所有的节目全部下架光 你今天发一个节目 他都可以找出理由来打击你 也就是他如果真的要打击你 跟你下不下架没有任何关系 而你下架带来什么损失呢 下架第一个是 你的节目一下以后 你的总的累积的点击量 你现在是过亿的嘛 也就是亿好几千万了 你如果是现在下架 你的总点击量马上就什么 马上就降下来了 一旦降下来 你这个排名呢 就是油管就更不会帮你推荐了 那么也就是很多新读者 刚刚上油管的人就看不到你 说这是第一个损失 第二个损失也是我最心疼的 就是我那么多期节目 我都有那么多评论啊 大家看看我每期节目少的时候是几百条评论 多的时候几千条评论啊 如果你想想这些评论全没了 这些评论都是网友的真知灼见 如果你把它下架了 确实很可惜 所以我现在就犹豫的不得了 网友讲的是对啊 如果油管诚信要打击你 随你下架多少期节目 除非你不发节目 你发了节目 每一期节目都可以打击你 都可以找个理由就把你停掉了 所以你下架不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吗? 因此这部分朋友讲的话呢 绝对是有价值的 所以说呢 我现在就很犹豫 没有确定呢 究竟要不要全部下架 只是呢 就是所有我这些热爱我节目的朋友呢 你要该下载该备份的你抓紧 抓紧下载备份 就是万一有一天我这个节目彻底被封 那不是大家都看不到了吗? 当然了 我自己有备份 如果是我彻底被封 我一定会通过别的办法 想方设法呢 把我以前已经做过的这1600多期节目呢 通过其他方式呢 能够让网友们看到 那么目前来讲呢 这个油管下架的事情没有确定 大家呢 该下载呢 就下载 好 不耽误大家时间 我们谈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 主要的话题呢 就是有不断的朋友都说我呢 你呢 经常在节目里面谈到习近平 但是你对习近平呢 好像呢 就是很偏执 很不客观 也就是你呢 过激了 那么我究竟有没有过激 我是否能够客观地评价一下习近平呢?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呢 去谈一谈我想呢 客观地评价一下习近平 也就是客观上来讲的话 习近平这个人是有点志向的 但是这个志向是要有才干来支撑的 也就是我认为习近平叫做胸无点墨 但有大志 那么胸无点墨主要是习近平他没这个分量 他没有这个才干 也没有这个学识 但是呢 他空有很大的知晓 那么这就叫做志打财书了 那么习近平志打财书的话 如果是普通那个人 你不过是你自己个人好高勿远而已 而你一旦成为了国家的君王 甚至成为一个十四亿的大国 成为这个国家领导人 那你这个胸无点墨有大志 最终你就是害了整个这个国家 害了十四亿老百姓啊 所以说习近平呢 动不动要当千年明军 要做千古一帝 因为呢 他本人呢 是希望能够比肩毛泽东 比肩邓小平的 但是拿什么比呢 拿什么功绩去比呢 毛泽东 邓小平都认为他们自己有非常骄傲的功绩 而且也是党内 至少是共产党是肯定是很肯定他们的功绩的了 也就是毛泽东他有建政之功 共产党是靠毛泽东最终建立了所谓新中国 打下了天下 然后最终篡政成功 在中国获得了执政地位嘛 所以毛泽东有建政之功 这个是共产党给他高度肯定的 那么邓小平什么 邓小平有改派志荣 也就是邓小平认为什么 他借掌中共最高政权以后 也就是他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开放政策按照中共现在所讲的 叫做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 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 那习近平就想 那我就让中国人抢起来了 那怎么抢呢 习近平没有本事让大家抢起来啊 既无穿功可立 又没有自己的高瞻援助 也不能为民族做出更大贡献 那最终什么 最终就是抢啊 就是习近平当强调可以啊 因为他本身就是文革红卫兵出身 而红卫兵最擅长的就是打扎抢 因此习近平呢 他通过抢呢 是可以建立功训的 那抢谁呢 就是抢台湾啊 也就是在习近平眼里面 只有把台湾抢过来以后 他不就是建功立业了吗 那么这一个打扎抢的红卫兵 他拿什么跟毛泽东邓小平比 没有别的办法比 也就是最终呢 他就把脑筋呢冻在台湾头上 也就是习近平一心什么 他要超越千古一地 他要建功立业 但是建功立业这个有这种想法不错 问题是建功立业 你要民垂青史 你一定要拿出一个业绩 而这个业绩绝对是什么 是在历史上能让人们认为 你确确实实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行向 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族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而这种贡献是慧其子孙的 这才能民垂青史啊 那么习近平他有没有想过 他民垂青史有哪条路呢 我给习近平定义一共有三条路 这个习近平在他眼里面 他只要选择这三条里面其中一条呢 他是可以民垂青史的 那么这个民垂青史哪三条路呢 第一条我认为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可以在中国大陆推行民主化嘛 也就是彻底的把大陆改造成跟台湾一样的民主化的一个国家 也就是彻底的把大陆变专制为民主 把大陆彻底的推进民主化的国家 像台湾的蒋经国一样 用独裁去结束独裁 也就是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共产党也不可能永远执政 也就是习近平如果一心要想民垂青史 要为中华民族能够做一件巨大的事情 能够成为千古一地 他只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 把中国从原来共产党一党专政专制独裁的暴政下 彻底解放出来 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样 结束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 把中国带上民主化的道路 那毫无疑问来讲 习近平百分之百成为千古一地 成为民垂青史的人 那么问题习近平会不会这样去做呢? 他会不会愿意把共产党结束 然后在中国结束暴政 给中国人民一个民主的国家呢? 习近平做梦也不会这样去做啊 一个什么 小学博士他自己本身就是什么 从来没有这种志向 他没有想过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 他只想给共产党守着奴役人民的这个暴政的这个财产 也就是帮助共产党稳固他这个欺压人民的江山 这是习近平的想法 所以你看整个苏联崩溃以后 习近平他自己哀叹 他就是全苏联无一人是男儿 他认为没有一个人像他习近平一样是个男儿 能够站出来去挑战高尔巴乔夫挑战叶利勤 挽回苏共在苏联的统治权嘛 习近平要的就是共产党万年统治 要把那个红色江山的始终持续下去 所以在他心里面没有任何民族的火花 你别看他动不动吹牛他读了全世界多少几百几千本书 他基本的把英国法国意大利全欧洲那些知名的哲学文学 那些大师们的著作全读过了 我不知道大师们给他那么多著作 那么多散光的智慧最后一教会他的什么 就是无一人是男儿 坚决要维护共产党的邪副统治 所以习近平他不可能有任何民主思想 因此把中国推向民主成为千古一帝 这个在习近平时上不可能 所以这条路就给他自动放弃了 这是第一条路 那么第二条路如果是民族复兴 能够使中华民族完全认可你习近平也是一个千古一帝 能够为中华民族办一点具体的事 那比方说你把老毛子霸占中国的领土全收回来啊 如果是你习近平在你的任期上 你能够什么 历经图治 把过去被撒谎 苏俄包括俄罗斯后来解体以后的毒链体 以及普京统治后的这个俄罗斯 他们这么几百年来强占中国的领土 你把它收回来 那也是千古一帝啊 至少什么 所有中国人都认为你习近平做了一件对民族有利的事情嘛 因为什么 俄罗斯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莫名其妙拿走中国大量的领土 给俄罗斯各占的领土至少要有几百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至少相当于现在中国三分之一国土的面积 沙皇俄国隔去中国就是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苏联红军的时候占领库伦就是现在的这个外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啊 然后促成蒙古独立又隔去了中国有两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然后又隔离了唐鲁乌良海变成苏联的这个图瓦共和国 这个也占据了中国十七万平方公里 最终在苏联红军攻打中学良东北军时候又强占了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面积也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它是三分之一的香港相当于十二个澳门 也就是这都是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啊 然后最终什么苏联红军在二战之后 又侵占了中国的这个新疆的伊犁地区 那么最终呢就是共军的这个高级将领叫塞福顶 塞福顶和苏军作战以后呢拿回一部分领土 但是苏联在多年提之后仍然划走了新疆有上千平方公里土地啊 所以说呢从这个整个沙皇到斯大林到苏联红军强占中国的领土非常多 根本该还的都没还嘛 海森外没有还嘛 枯叶岛没有还嘛 那么这么多领土给老毛子强占 你习近平就把它收回来 如果你习近平率领中国无论是共军也好小粉红也好 还是大量的追随你习近平能够收归国土的那些英勇抗战的中国这些年轻的将士 把所有的这个国土收回来显然什么显然你是大掌民族之位 也就是习近平通过这一点你也可以民粹侵蚀嘛 你也可以在中国历史上让人们知道就像当年所谓曾成功收复台湾呀 不是你习近平你收复老毛子强占的尸土就变成你千古一地嘛 如果你这样做也行啊 问题习近平会吗? 习近平会跟老毛子去收土地吗? 老毛子是他恶蝶的喊蝶还来不及啊 他跟普京是有一无上限啊 而且普京跟习近平有一次会谈以后明确宣布什么 双方没有领土要求 什么叫双方没有领土要求? 也就是什么普京最怕中国跟他提出领土要求 因为他强占我们那么多领土 我们当然有权利要拿回我们当年被他们霸占的领土 所以我们中国才有领土要求 而俄罗斯他已经强占你中国的领土 今天他肯定不会跟你提出我们还有什么领土要求 日后他是不是通过发动战争再抢占 那是后来的事 现在他肯定是希望你不提领土的事 所以说呢普京为什么跟习近平见面? 他能提出双方没有领土的这个争端呢? 也就是希望这个事到此为止了 领土给老毛子占了就占了 所以习近平你要成为千古一地 你去把老毛子的土地收回了嘛 收回了你百分之百可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成为什么? 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做出有贡献的人 也就是你收复了中国现代江土将近三分之一国土面积 被老毛子强占的领土 你显然嘛 显然你就是千古一地嘛 所以习近平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 显然习近平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给习近平指的第二条路呢? 他也办不到 那么也就是习近平心心念念要做千古一地 他本人有那么大的志向 虽然我讲他是凶无点没 第一条嘛就是推进中国彻底的民主化 把中国所有的这个专制全部取消 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 汇集自己子孙万代 习近平毫无疑问能成为千年民军 但是这条路他做不到 因为他是一个专制的领导人 他是帮共产党来守护他们这个残暴的专制的江山的 他绝对不会去干的 所以这点习近平做不到 他不可能成为所谓千古一地 那么去作为民族英雄去收回所有被老毛子强占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如果你习近平这样做也毫无疑问来讲成为民族英雄 大家也都会推崇你 也都认为你至少给国家立了大功 子孙后代也会想到历史上有一个习近平曾经收回了 我们被别人强占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把你习近平也认为什么?千古一地 所以你习近平这样做呢 你也可以呢就是建功立业 但是习近平显然也做不了 因为老毛子就是他讹爹 他贵还来不及呢? 他哪敢跟老毛子去收土地啊? 那么这两条都做不到第三条什么呢? 他就认为他要打台湾 因为他总认为把台湾打过来呢 他就算是建功立业了 在共产党人的字典上 他们始终认为什么?台湾是我们的 现在台湾呢他们自己呢偏安业语 而且台湾要搞独立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独立 所以我们要把台湾收回来 台湾一收回呢 习近平就认为 他是办到了什么? 办到了毛泽东 邓小平没办到的事啊 当年毛泽东是派兵打过这个台湾啊 最终一飞兵团在金门 是输得一塌糊涂一败土地啊 也就是大量的共军在金门是被国军胡捡的 因此来讲毛泽东当年打台湾没打下 所以说习近平他认为他拿回台湾肯定出过毛泽东 邓小平根本没敢打 邓小平最终说什么? 台湾的问题我们就把它放一放 放给我们的子孙来解决 因为我们的子孙可能比我们有智慧 比我们可能更有智慧的方法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也就是邓小平讲的有智慧 习近平来了 习近平认为他有智慧啊 他认为邓小平搞定的是我能搞定啊 我习近平多大的智慧啊 我剥烂群书全世界你看什么大众嘛小众嘛 什么巴尔扎克什么沙士比加 全世界的民族他全读过了 他读成里面有的是这个文学才能啊 所以说呢 他认为他的智慧远远高于毛泽东高于邓小平 因此他要把台湾打下来 所以说他把打台湾认为是他建功立业 是他民垂青史的一个重大壮举 而这个台湾打是不是习近平嘴巴上讲讲 他要打就打得了呢 他知道要打台湾绝不是空喊举句口号就行 因为什么台湾本身国军强大的这个铜墙壁垒 你要突破国军的防线没那么容易 国军本身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其次嘛有美国护卫的台湾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实时在监控的共军对台湾的一举一动 美国在关键时候完全有可能 无论是派兵还是派军舰派飞机派强大的国防实力 来拱卫台湾最终就是共军无论是对付国军 还是对付美军 它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其次还有海峡天谦呢 也就是海峡天谦放在这 共军没有那个能力随着别人突破啊 那么当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候 他的底下人就告诉他打台湾急不了 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中备不够 最重要我们连航母都没有 没有航母我们怎么打台湾啊 我们怎么把我们的舰载机能够升空 我们怎么能够迅速地做到对台湾就是什么 一天之内就占领了闪电站啊 那我们必须要有航母啊 所以习近平想对要搞航母 所以说呢习近平接任以后就不断的呢 不断的去研制中国的航母一手一手往外推 先买了人家一条这个乌克兰退役的这个瓦良格号 一个二手航母 那么这个二手航母拿过来把它改造成辽宁号以后 接着呢中共又造出了自己所谓的航母 山东号也好福建号也好 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三手航母都已经嘛 都已经下水了 那么这么多的航母下水一天要消耗多少费用 党国有那么多钱吗 按照美军它这个航母每天消耗的费用 拿到共军的跟美军的对比 共军的消耗比美军大得多的 因为美军是核动力它首先油这一块 就不需要将共军消耗那么大 而共军买来这个瓦良格号这个二手的航母啊 是一个烧油的主动一天烧油就要烧掉人民币240万 加上建载机的流量费也要60万 那么建载机训练也好 船体维护也好 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至少要200多万 在这一手航母上有2600多个官兵 这2600多个官兵要发工资 一天的工资就110万 而且吃喝消耗一天至少要20万 所以说呢整个航母也就是瓦良格号航母 他一天消耗的费用就650万你想想看要多少钱来烧啊 那么三手航母下水一天就要支出人民币2000多万 党国有那么多钱吗? 习近平上台以来钱都给他送光了 哪来那么多钱来保证这么大的这个军事付出呢? 但是呢习近平要打中人充胖子 他一定要把什么把航母造出来 然后有的航母呢他就可以威慑人家台湾 那么光有装备不行啊 尽管你的航母也造出来了 不管他是二手航母还是他中国自己造的一手航母 有没有战斗力 现在烧钱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拿航母去要武洋卫下呼对面台湾呢也是不言而喻的 光有装备不行啊光有装备还要有人心啊 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实际上是人心的力量 你习近平如果没有人心没有人人拥护你 你习近平拿什么去战胜你对岸的敌人呢? 习近平究竟要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够收获到人心呢? 那么习近平他在十八大一上台的时候他就放出豪言 说是他讲成绩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话大家好像一点都不陌生吧 习近平经常讲他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么怎么伟大复兴呢?复兴啥?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什么值得骄傲值得你复兴的呢? 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科学进步 还是有过文化先进 是有过这些思想对人类有过贡献 还是有先进的工业革命创造的生产力? 啥也没有啊!除了粉术耿辱啊! 除了红卫兵义和团啊! 到了互联网时代最多也就是发明了个防火墙 拿什么东西复兴啊!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这个大刀火箭大刀飞机小刀我们看到的手机电脑 哪样是你中国发明的呢? 除了这个防火墙是你中国发明的 别的你中国还能搞出什么在世界上在思想上能够对人类有进步的东西呢? 但是习近平他上台他讲的话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确实呢是当时所有中国人呢对他都寄予厚望的 因为什么?中国人呢总是有叛民军的思想了 尤其是习近平来接任的时候人家都认为你是习中逊的儿子啊 因为习中逊是党内不多的良心派 那么所有人都认为习近平就应当像习中逊一样 也就是成为一个开明的君主 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 甚至呢会走向民主 会重新评价六四啊! 为什么总期待他能重新评价六四呢? 一那是因为就是什么?他们有血债 第二个六四以后他父亲呢是同情学生的 第三个什么?他也不是像胡锦涛那样 由邓小平隔代指定 也就是邓小平要求胡锦涛绝对不准平反六四 那胡锦涛有这个压力胡锦涛不敢干啊! 我替你习近平你没有这样的压力了 作为习中逊的儿子作为你自己手上又没有血债 如果你去平反了六四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毫无疑问来讲你可以建功利业嘛! 但是呢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去做的 所以说呢很快人们就发现对习近平这种民军的期待 就竹篮大水一场空了 你回头看看胡锦涛上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胡锦涛刚上来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烈啊! 也就是呢所有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做不起一个民军梦 每一任领导人时候都盼着这个领导人是民军 都会做这场春梦 梦到什么?民军将是国制中心 但是过不了几年就发觉这是什么狗批民军啊! 要么是暴军要么是佣军 所以说呢在这时候人们失望以后又开始期待什么? 下一人诞成民军了! 所以说呢中国人总是把希望期待着下一个领导人应该比这个领导人要好得多 甚至是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一个根本就不知道下一个是谁能够来实现中心的这个民进孙子啊! 而每一代盼望来的不是暴军就是佣军! 而习近平他自己上台以后呢他很快就采取什么? 采取了几个步骤我把习近平他执政这十年来我给他统计算什么? 算是五大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首先要铲除什么? 铲除政治对手啊!要打虎立威啊! 也是要讨好底层百姓告诉你们贪官很多! 我把贪官打了以后百姓就高兴了! 也就是经常是中国人呢就是这种心态! 我过去就讲过老虎和狮子打架你一个猪拍什么手呢? 但是中国人呢往往就是这样老虎和狮子打架的时候 所有的猪拍手拍的都响咧的不得了! 因此习近平深深了解中国这些草民的心态 他呢就去去打掉这些所谓老虎 当他打这些老虎的时候老百姓是纷纷称颂啊! 都说他打虎打得好! 其实打不打虎跟你老百姓有一毛钱关系吗? 他们谁当老虎谁当狮子最后不吃你这头猪吗? 但是习近平作为他本人要想什么? 要想能够立威能够稳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他就必然要铲除他政治上所有的对手 而他政治上的对手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在他自己接班之前 当时整个党内已经形成了以周永康薄熙来 他们为首的这么一批就是控制整个政权的集团! 这些人并不是要去挑战胡锦涛和温家宝 因为胡锦涛的地位你没办法挑战 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 连江泽民都不敢就是什么 不敢不遵照邓小平的这个遗愿 也就是安排胡锦涛继任总书记 但是他们知道胡锦涛、温家宝是草根子弟啊! 草根子弟也就是混过这一朝 他是帮我们代持股权啊! 也就是使他们临时帮党国过渡一下政权 而政权最终还是要交给红二代手上嘛 因为陈云、邓小平当年就定下来 就是我们的江山要交给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儿女才不会挖祖坟嘛! 在共产党这些太子党红二代的业里面 他们认为这个江山永远是他们的 为什么?江山是我们爷们打下来的嘛! 是我们祖辈打下来的江山! 当然是我们来做江山了! 至于胡锦涛、温家宝临时代持一下江山 那也就是什么?过渡一下! 然后这个江山还要交到红二代手上 因此在胡锦涛、温家宝在他们自己执政到最后的时候 所有这些红二代他们蠢蠢欲动 他们已经安排好了他们的计划 这就是在我昨天节目里面谈到的海外的那本书里面 已经说的很明确 我不去重复 也就是当时他们是利用周永康掌握着政法的队伍 周永康手上握着刀把子 而且周永康执政的时候武警是归公安管的 因此公安武警所有的这个刀把子 所有的这些警务力量都是握在周永康手上的 而薄熙来当时在重庆搞唱《红大黑》 薄熙来是声望雀起 也就是所有的红二代都看中了薄熙来 从来没哪个人把习近平放在眼里面嘛 所以说他们的计划是让薄熙来担任嘛 担任总理、周永康担任国家主席 习近平呢是被江曾胡温认为是可以接任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 那么对于红二代来讲不反对 因为习近平本身是红二代 而且习近平装傻了那么多年 人家一看习近平就知道这个家伙就是个二论子 你当总书记、当军委主席你有什么本事啊? 所以在红二代绝大部分人眼里面根本看不好习近平 根本不认为习近平有这个能耐 也就是他当不到总书记、当不到军委主席也是过渡一下 因为像习近平又贪财又贪色又没有任何本事没任何能力 他当什么总书记啊? 或者一年两年把他这个职务替代掉 让习来上所有的红二代可以讲几乎都是看中了薄熙来 所以说薄熙来的时候志向漫漫哪想到出来那个王立军呢? 所以说王立军打破这个计划以后 胡温主动要拿掉薄熙来 因为他们认为薄熙来就是一种宫廷政变嘛 而习近平立马补刀啊 因为习近平要趁着这个机会 跟胡温一起联合剿灭薄熙来 剿灭薄熙来习近平就搬掉了他自己这个 他自己接班路上的一块大石头啊 因为薄熙来是他最大的政治对手 那么拿掉薄熙来不够啊 因为薄熙来他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人 薄熙来是跟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和郭不雄 他们一起已经什么团团的成为一个党内的阴谋集团 在这个之外还延伸了很多红二代 包括原来元帅陈毅儿子叫陈浩书啊 这个工军这个开国元勋 何长公的儿子何光华啊 这个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元啊 这个陈云的儿子陈云啊 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红二代里面的核心 所以这些人对习近平来讲都是有巨大的威胁力的 因此习近平上任以后马上就拿着老王 因为老王也是红二代啊 老王是姚依林的女婿啊 也站到红二代的边啊 拿着老王作为中纪委书记让他打虎 先把什么先把周永康集团把他打掉 因此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后 包括后来的所谓野心家孙正才统统什么统统给习近平全部剿灭 这个里面几乎都是草根 所有的这几些人都是草根 唯独薄熙来是红二代是太子的 但是薄熙来习近平是往死里面打 绝对不给薄熙来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立足是什么 你老婆杀人啊 杀人是天大的罪啊 博古开来能够把人杀掉 你薄熙来是知道的 所以你隐藏不报 利用各种借口 最终就指薄熙来有死地 薄熙来是绝对翻不了身 只要习近平他执政那么一天 所以说呢 首先是把所谓周永康反党集团全部属清了 因为红二代呢 习近平呢 他自己是有区别的 也就是像周永康令计划 郭伯雄徐太后 孙政才这些都是草根 草根可以往死里面打 但是红二代呢 红二代要保留 因为红二代是习近平的基本盘啊 江山是我们打的 做江山我们是天经地义啊 我们才是红色基因传承 那么红色基因传承的红二代 是习近平的基本盘 习近平还要靠这个红色基因啊 来给他自己做强大的支撑 所以说呢 红二代呢是不能随便打 随便呢 像这个周永康郭伯雄一样 把他们往死刑判 往死缓判 但是呢 红二代这些靠不住的人 习近平不信任的人 采取什么 采取的是冷冻 然后消毒你的权力 然后把你边缘化 这个里面主要包括了嘛 包括那些参与这些政变计划里面 或者是这个政权计划 影响了外围的一些人 包括李源潮啊 刘源啊 陈源啊 刘亚洲啊 李晓菱啊 这一类呢 通通给习近平嘛 边缘化 通通冷冻起来 那么这些人把他们边缘化 消脱他们全力以后 然后对一些势力非常大的 红二代的这些后代 对他们进行警告 主要就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普发 陈毅的儿子陈浩书 何长工的儿子何光华 陈毅的小儿子陈小鲁 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毛泽东的孙子毛兴雨 对这些人进行警告 就是你们不要这个军举妄动 你们任何一步动都有可能嘛 有可能造成杀身之祸 所以说习近平他用这种办法 一打二冷冻三威胁 控制了红二代 控制了所谓要造反的这个周永昌反党集团 那么红二代其他人一看 哎呦这个风向向习近平那边靠 那么共产党这些红二代 都是所谓革命后代 他们投机专营搞阴谋他们最快了 他们马上就随着风向票 要去拥护习近平了 红二代就会采取主动投靠的方法 你比方说像胡乔木的女儿胡沐英 胡沐英就主动去宪美习近平 胡沐英就主动高深地宪美习近平 说不通就是什么 敬平啊我们延安儿女支持你啊 我靠延安儿女跟习近平有什么关系啊 你胡沐英生在延安 习近平可是习中逊建国以后 在北京1953年才生了他习近平 到哪里跟你延安能挂得上钩呢 什么延安儿女来支持习近平 你就自己什么 你就自己主动往上贴吧 所以呢这是习近平首先 他用打虎离威来收拢红二代 而且把很多红二代让他们羡慕自己 他构成了他自己红二代的基本盘 这是习近平做的第一步 第二步什么 第二步就是抗美受敌嘛 也就是在贸易战时候 习近平就一边高喊着 不怕美帝国主义 到了他自己女儿先送到美国去了 也就是嘴巴上高喊着 不怕美帝国主义 实际上让中国人民受罪啊 也就是美国加了关税 中国的中小贸易商就接不到订单 就赚不到钱了 也就是中国的这个贸易就是一落千丈啊 那老百姓损失归老百姓损失 但是习近平收获了民间 跟他一起去抗击美帝国主义 要消灭美帝国主义 然后给他习近平挣扎什么民族志气嘛 第三个就是习近平撒钱外交嘛 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 哪一年不送个几百几千亿啊 世界上那些贫穷国家 那些专制国家 什么伊朗了 委内瑞拉了 巴基斯坦了 哪一个国家拿中国的钱少拿了 不都是习近平白送的嘛 这些钱不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嘛 等他把钱送完了 跟美帝也抗击了 然后他自己打虎也立威了 然后就到香港去翻脸了 香港搞个国安法 把一国两制完全撤销 香港根本没有什么一国两制 把香港完全变成红色暴政 所统治的天下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一是收拢香港第二个警告台湾嘛 那么等到普京去对乌克兰开战以后 现在又捆绑普京 跟普京一起站在最邪恶的地方挑战世界文明 所以说习近平他通过这几种方法 他觉得是立了威 他觉得他是大国君王 实际上他已经是嘛 是孤家寡人 在习近平他自己 你别看他走到哪里呼呼呼呼呼 实际上吧 大家对习近平都知道 你就是二你就演吧 你就是皇帝的新装吧 这一次6月30号他到这个香港去访问 就是香港25年回归 他到香港去访问 那么有一个镜头 我们大家看到 他从专列上下来以后 当时林郑月娥和后任党首李家超 一起在乐台上迎接他 他来了以后 有很多香港的高官呢 都是列队欢迎鼓掌 那么林郑月娥经走几步走到他前面呢 林郑月娥本来意思是什么 向习主席介绍一下 因为呢 他把习近平对所有这些列队的高官不认识 他去介绍一下 这是张三 那是李斯 这是什么职位 那是什么职位 他是想欠慰讨好习近平的 所以他就跑到了习近平前面主动去介绍 哪知道他这个举动呢 被什么 被这个习近平的随行人员看到 认为他是僭越了 马上就是一把把这个林郑月娥 从习近平这个前面拉到后面 来 谢谢大家 林郑月娥当时非常吃惊回头看到那个随行人员场面显得十分尴尬 那么这个人把林郑月娥拽到后面意思是告诉林郑月娥你不要不懂规矩 永远要让习近平走在前面要突出习近平 因为在中共的规矩是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 这个镜头先扫到谁后扫到谁 媒体上先报到谁后报到谁 出场这个秩序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官场上的一个规则 林郑月娥显然不懂嘛 所以林郑月娥擅自兼约 结果就被习的随行人员拉到一边 那么这种拉就是非常粗暴的拉扯 这毫无疑问来讲 在林郑月娥是她卸任之前 她自己受到的心灵上的最大打击 她谁也没想到她在香港不会遇到这种状态 但是今天呢林郑月娥碰到这一幕呢 她就知道了 中国的官场就是喉门一入深四海啊 你别看林郑月娥现在是退出了岗手 很可能明年这个换届人大政协换届时候 也可能习近平按照惯例赏林郑月娥一个政协副主席 但是这个政协副主席坐到北京去 林郑月娥日子绝对不好过啊 目前来讲的话 她一退休以后 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哪去花钱 因为她信用卡全被冻结的嘛 她每天要背着大把的现金去花钱的话 她这个威胁性是相当大的啊 所以林郑月娥的日子这就像我曾经对她评价过 叫泄火沙驴 林郑月娥的悲惨的命运 实际上也是习近平悲惨的命运了 因为你嘛 你别看习近平作为红二代作为太子党来继承了这个党国的大统 总有一天习近平会被这个党国抛弃 很可能抛弃的那天还不如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只是拽了一把 习近平直接像七二三四位啊就送上刑场了 所有的责任让习近平就背 所有的罪责按照习近平头上 习近平最终弄不好就跟江青一样变成反国民阶段头子 然后你哪怕是毛泽东老婆也判个死刑啊 所以说习近平迎来这一天被党国彻底抛弃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 今天的节目呢 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